北京时间1月11日凌晨3点55分 英格兰组总监第三轮最后一场 曼联主场对阵维拉 开场8分钟 弗雷德助攻迈克托米奈破门 下半场 丹尼英斯和沃特金斯的进球接连被吹掉 最终曼联1比0惊险取胜 成功晋级下一轮 开场仅8分钟 弗雷德右路内切之后传中 迈克托米奈进区内强点头球破门 曼联1比0领先也踢出梦幻开局 进球之后 迈克托米奈上演霸气华贵庆祝 主场球迷抱以热烈的欢呼声 据统计 迈克托米奈进8次进球 全部发生在老特拉福德 堪称是曼联真正的主场之心 第50分钟 孔萨投球百度到门前 丹尼英斯投球破门 不过裁判认为他对卡瓦尼犯规在先 进球无效 第59分钟 沃特金斯阐射破门 但为他助攻的丹尼英斯越位在先 进球再次被取消 第76分钟 格林伍德单刀不进 最终曼联1比0击败对手 有经无险晋级下一轮 数据显示 曼联最近15场上半场领先的组总杯比赛 全部都能赢球晋级 上一次翻车 还是2013年3月 当时上半场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追成2-2 重赛0比1输球 要知道 双方首回合交手的时候 曼联0比1输球 当时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点球 踢飞措施绝评 等待了110天 曼联完成了复仇 将对手送出局 本赛季 曼联在英超 仅排名第7 落后曼城多达22分 夺冠已是奢望 在联赛杯层面 曼联早早不敌 西汉姆联 甚至无缘八强 至于欧冠赛场上 曼联虽然以小组第一身份打进16强 但他们不是冠军热门 夺冠赔率不如阿贾克斯 所以 组总杯其实是曼联为数不多 能争夺的冠军 曼联成功晋级 不过西罗却没有登场 即将37岁的曼联巨星 本轮比赛选择轮休 直接无缘大名单 据曼联主帅朗尼克透露 西罗的臀部有一些不适 球队决定不冒险 所以让他休息了 这就意味着 西罗还没打进2022年手球 跟梅西一样 不过 莱万多夫斯基 哈兰德 本泽马和姆巴佩等竞争对手 早就火力全开了 西罗在年度射手的竞争上 又落后了一个身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